红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龟形巨兽似足如飞的一下子撞在了五色光照上 整个照壁顿时剧烈晃动了起来 五色光芒交织闪烁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巨兽庞大的身躯顿时被一股庞然巨力反震了回去 巨大身躯划过地面出现了一道深深的沟曲 巨兽站稳身形后硕大头颅摇摆了两下 似乎因为撞击而有些悬晕的样子 此周五个天宫宗弟子在巨兽撞击的瞬间 身躯也同样微微一颤 紧忙一挥手中震齐 再打出一刀的法绝摸入足下法阵中 五色光照这才又稳固了一些 就趁现在 奔空的叶炯高声呼喊了一声 口中永念了几句吼诀 张口喷出了一口精血 落在了正飞速旋转的五色阵盘之上 五色阵盘顿时光芒暴涨 发出一阵温明之声 强烈的灵力波动从四面八方汇聚而至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灵力漩涡 引得整片虚空都一阵狂颤起来 即便是站在远处的柳明 也觉察到了身前的空气震荡不已 周围的五名天宫宗弟子也立刻一仰手 手中的震齐击射出一道粗大的灵光 五色光幕光芒大放 光幕上的符文开始剧烈的狂闪起来 碰的一声 整层半圆形五色光幕 便溃散地化为点点金光 但下一刻 所有的光点凝聚在一起 化为了一条条五色光带 只是大网般的一阵纵横交错 将巨兽的身体牢牢地捆覆住了 巨兽这在后知后觉的觉察到了五秒 被捕在数十根石柱般的骨刺中 冒出了大片的灰色雾气 庞大的身躯剧烈挣扎起来 附近地面一阵轰轰的狂颤不已 静止所化光带 虽然和巨兽体型相比 显得千玺如丝 但出人意料的坚韧 任凭巨兽如何挣扎 仍然牢牢地将其捆覆在原地 与此同时 法阵内原本只有数十丈高的五只五星傀儡 随着夜炯和五名天宫宗弟子的一连串动作 胸口重新结出了代表五星的符文的印记 身形也随着开始的节节暴涨起来 两三个呼吸过后 五只傀儡已经长大到了百丈之高 体表则是金灰蓝红黄 五色金光闪动不停 下一刻 五名天宫宗弟子齐齐一掐法掘 朝巨型傀儡身上打出一枚符文 距离柳明和罗天成最近的一只蓝色巨型傀儡 发出一声吼叫 胸前一个水滴状的符文处狂闪了几下后 已连四道水桶般粗的蓝色光柱喷射而出 向其余的四只傀儡击射而去 与此同时 其他傀儡同样动作下 另外四道颜色各异的光柱也向其击射而来 刹那间 一个纵横交错的五星形状的光阵 很快的凝结而成 在一闪之下 就带着五色灵光一路而下 将整只龟形巨兽笼罩在了其中 五色光带和五色光阵 两层进制同时发挥一下 将巨兽立刻针压住了 一时趴伏在了地上 巨兽说大的双目中 浮现出一丝惊慌之色 猛的一张口 密密麻麻的黑紫色气流喷吐而出 向对其的一头红色傀儡而去 声势之灵力 让周围围观之人 全都心中大脸 这巨兽作然灵智再低 此刻也隐约的明白 身体周围的这五具傀儡 才是这个法阵的关键 只要攻破一头 自己便能够获得自由了 叶炯等人自然不会让其得逞 当即其声低喝的 再次同时一掐绝 紫黑色气流距离傀儡 甲氏还有十来杖距离时 其足下处 突然喷出了一大片五色霞光 抄黑色气流 席卷而去 部分紫黑气流在五色霞光中一冲直下 纷纷的溃散消失了 还有一部分却直接的反卷而回 一阵琵琶乱响传来 这些黑色气流 纷纷抽打在了巨兽头部的 以及身体四肢之上 让其伸去一阵 虽没有在表面留下丝毫的伤痕 不过吃痛之下 却不敢再喷吐气息出来 五行神魁阵 果然不凡 现在轮到我们出手了 袁师弟 温师弟 你二人负责权力攻击此兽头部两侧 我来负责正面进攻 柳师弟 刘师弟 你二人在旁伺机而动 一旦这巨兽吃痛之下张开口 便直接冲进去 今天次见状 牛手朝众人吩咐道 切口中的袁师弟 便是天宫宗剩余的那名男弟子 身材看起来有些矮小 但体格却是异常壮实 在听了今天次的话语后 与文曾二人身形几个闪动之下 便分别出现在了巨兽头部的两侧 而今天次也微微的移动了一下身形 正对着紫兽的头部 另一边 柳明与罗天成二人 则同样化作两道黑影 几个闪动下 出现在了今天次身后不远处的地方 静静地等候起来 说起来此说的头颅也有母续大小 今天次几人的身形与之相比 真是好比蝼蚁一般 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巨兽一箭紧燃飞进 登基墓中闪过疯狂之色 身躯于晃之下 竟缓缓地挣扎站起来了 口中吼声越发地震耳欲聋 同时周身五色光带 却更加收紧了几分 操控法阵的夜雄以及五名天宫宗弟子 此时也是满头大汗 痘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下来 显然操控着五行困阵 可不是什么轻松之事 对法力以及精神力消耗都是极大 天宫宗原姓青年站满身行后 二话不说的一台双臂 两道金光从其袖中飞射而出 超巨兽头部左侧飞射而去 精广之中 赫然两柄被三十多层纹阵缠绕的机关飞射 一柄红光灿灿 一柄蓝气萦绕 斩 原姓青年手指飞快地掐动后 两柄飞射一个盘旋后 瞬间在咯蹦的机关声中融为一体 画本了一柄红蓝两色的怪刃 并在破空声中一晃十余杖之举 朝巨兽头部左侧呼啸而去 扑的一声闷响传来 巨人斩在巨兽头部上的鳞片后 竟根本无法破开分毫 并一声闷响地反弹而开 如此惊人的一幕 不但让原姓青年吓了一跳 金天赐柳名等人也是脸色一变 而这一击除了使得巨兽整个头颅微微一颤外 便再没有其他效果了 另一边的温增健壮却冷冷一笑 同时单臂朝天一举 口中吐出一些晦涩法咒 紧接着双手连连打出法绝 一团团灰黑色光球纷纷凝结而出 纷纷变成了一只只灰白色乌鸦 足足有48只之多 所有的灰白色乌鸦扑腾着双翅 朝着温增头顶盘旋飞舞而去 骤然的凝聚成了一只只栩栩如生的灰白色巨型乌鸦 去 闻增朝巨兽头颅右侧虚空一指 巨型微压双翅一阵 便化作一道灰白色光芒的积视而去 就在门牙距离巨兽右侧而动不足食欲丈处 一声震慑心魂的尖锐的乌鸦鸣鸣叫之声传来 轰底一声 巨兽似乎被这一声咒鸣所震 硕大头颅摇晃了一下后 居然两只后腿一趴的坐了下来 引起下方地面有一阵剧烈震动 杀石四箭 这温牙也似乎在一声咒鸣身后接近了全力 化作一缕缕灰白色雾气的溃洒而开了 纷增语言性庆练的攻击前后不过七八息的功夫 今天次却并没有什么动机举动 只是目不软睛的看着巨兽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机会 原性青年偏了眼闷增 目中不满之色一闪而逝 却单手一排腰间除袋 数十颗黑色雾气一寸而出 化作一只只骷髅般的骨蕾 并列一排的玄于其身前 暂见这些骷髅傀儡每一个都尽十丈之高 浑身白色骨架上闪着淡淡的灵光 手中各持着一柄七八丈长的冲天巨斧 原性青年口中念念有词 双手失指连弹 一道道清光一闪而出 纷纷摸了骷髅傀儡的胸前的惊合之处 众骷髅傀儡胸前惊弓一胜 双手握住巨斧过头 奋力一展而出 顿时破空声大起 一道道七八丈长的白色刀芒 从斧刃之上呼啸而出 下一刻噼里啪啦的鱼打芭蕉之声传来 巨兽在腐芒不停的冲撞之下 仍然丝毫没有受伤的痕迹 只是向右略微晃了几下头颅 温增见状也是毫不示弱 口中隐晦的咒语不停 同时双臂一张 不断的凝聚起 一只只灰白色的温压 反复的朝着巨兽右侧的耳洞所在 铺天盖地的冲去 并发出已生生的咒鸣 不论是原性青年如此犀利的攻击 还是温增强大的肉反 对于这皮糙肉后的巨兽而言 确实难以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巨兽在如此不停的攻击下 鼻中不断的发出哼哼的声音 一对前肢不停地拨动着地面上的黄土 背部骨刺中冒出的灰色雾气越聚越多 然而其身形猛的一阵 背上浓郁的黑色雾气一阵急转不定后 一闪的化作密密麻麻的黑色七刃 疯狂地往四面八方扩展而去 砰砰的树声接连响起 这一次困住其周身的五色光带 在黑色七刃的切割之下 纷纷地溃散开来 一炯以及五名天宫中弟子见状 也是吓了一跳 但这时巨兽一声大吼后 猛的一滴头 前肢猛的一刨地面 后置一灯 竟用独角一头撞在了上风的光阵上 轰的一声俱响 光阵一阵剧烈晃动 中心处的五色光芒狂闪而起 竟被硬生生地撞高了几分 夜窘见此脸色对是有些发青了 双手忙不断地打出一道道法觉 落在五色阵盘上 那五名天宫中弟子也急忙地一催法觉 飞身一跃至巨星傀儡头顶之处 电光火石般地纷纷向傀儡头顶喷出一口精血 双手失指车轮弯的变化不定起来 原本站立不动的五只巨星傀儡 突然双臂齐动 拍打在自己的胸口 并抬起腿 缓缓地往前走去 与此同时 傀儡胸前的浮纹 顿时又暴涨了几分 在四周交相呼应起来 随着五只傀儡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其互相之间的连接也是水涨船高 五角光阵旧然又凝视了几分 并再次一落而下 普通蚁生巨兽硬生生的被再次压得趴缝在地上 片刻之后 原本晃动不停的五色光阵终于恢复了瓶颈 眼见五行法阵抵挡住了巨兽的冲击 五名满头大汉的天空宗弟子也是暂时地松了一口气 叶勇提到嗓子眼的心同样也放了回去 巨兽蓄力已击 却没有得上所愿的破开神鬼阵 写得更加地焦躁不安起来 如山岳般的身体在光阵中不断地起伏 鼻孔之中喷出了一股股炙热的紫色气息 不过由于少了五色光带的束缚 此兽稍一停动过后 便又开始冲撞起光阵来 使得整个的法阵再次乱颤起来 温师弟 元师弟 攻击其双目 正在此时 原本玄于半空一动不动的惊天刺 突然开口朝几个人吩咐道 元姓男子文言手中发卷一遍 只挥起身前的一排骷髅傀儡 发出一道道凌厉的白色腐芒 雨点般地朝巨兽左侧居墓而去 另一边的文增则是单手一扬 赫然有数张闪动着翠绿光芒的浮露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后化为一团团紫色光艳 往巨兽右侧居墓积射而去 巨兽似乎是感应到了风声 下意识地将房屋般大小的双目合了起来 轰轰几声 结果不论是白色腐芒 亦或者是紫色光焰 落在巨兽双目的眼皮之上 却纷纷化作一团团光团的爆裂而开 同样无法伤及其分好 就在此时 金天赐手掌一番 一只白萌萌的圆环 凭空浮现在了手中 但见其口中念念有词 一个白色符纹从口中一闪而出 钻入了圆环之内 圆环白光突然一胜 一日肉眼可见的蛋白色精气 从四面八方涌来 疯狂地注入环中 使得其细细立刻地狂涨起来 难不成是可以收罗天地灵气的收灵环 法阵上空 叶炯本就时刻在关注着金天赐的动静 看到这个情景略带惊讶地 喃喃自语道 其五名控制傀儡的天公宗弟子文言 却大都有些摸不到头脑 柳师弟 罗师弟 准备好了 金天赐木然大喝一声 单手往前一扬 手中白光萌萌的圆环 顿时化为一道白光 带着一串残影的 射下了正闭上双目的巨兽头颅 只听嗡的一声闷响传来 白色圆环准确无误地 套在了巨兽的幽黑的独角上 接着白色圆环猛然间一紧 便如同在巨角的根部 生根落户一般 圆环表面流光一彩 散发出一圈圈 灵力波纹 不知是被这些浓郁的灵气波纹所吸引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巨兽突然仰起脖子 猛的一张口 发出一声兴奋莫名的巨吼声 四足原地之舵 庞大身躯狂颤 似乎是独角上方的这个圆环 是什么珍惜的美物一般 搜搜两声 破空声传来 一黑一银两个身影 瞬间从金天赤的背后 激视而出 先后冲向了巨兽的口中 巨兽此刻正在追逐着 套在其独角上的美食 根本无暇去顾忌柳明两人 小心 柳明一闪而视地 冲入巨兽口中的同时 耳中传来了一声金天赤的传音 下一刻 便只觉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当他在看清眼前情况之时 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弱色通道当中 两侧淡粉色的肉臂 正在徐徐蠕动着 想来这里便是巨兽的咽喉了吧 还真是惊人 柳明健壮男男自语道 正在此时 一股淡紫色的气体 从肉臂通道之中飘了出来 紫色气体方一掠过他的衣服 衣服之上便发出一阵 咳嗣的声响 随即出现了一个破烂的孔洞 而皮肤少一触及这些气体 同样被刺得生疼 腐蚀之气 感谢收听 摩天计